大家好,我是Paul招 在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們要一起來學習 怎麼樣在Collab裡面顯示及時的影像 我們要怎麼做到在Collab裡面 顯示及時的影像呢 我們要有一個了解是 Collab它是基於Jupyter Notebook 為基礎所開發的雲端的版本 它裡面有大量使用了 Jupyter Notebook相關的套件 所以呢,我們在Collab裡面 要顯示及時的影像 我們需要使用Jupyter Notebook裡面 一些核心的套件 這裡呢,iPython 就是Jupyter Notebook裡面 一個很核心的一個套件 iPython裡面呢,的Display呢 它裡面有很多相關於 顯示在Jupyter Notebook裡面的一些功能 那各位要了解到一件事就是 Collab的基本架構呢 它是把顯示相關的這些介面呢 是放在前端 放在瀏覽器裡面去處理這個問題的 其實呢,是連接到在Google裡面 後端的一些伺服器 它們拋起容器來 讓容器裡面的一些server呢 能夠跟前端的瀏覽器做一個互動 所以產生Collab整個使用的這個效果 那這也其實很雷同於 我們在Jupyter Notebook上面 當我們拋起一個Jupyter Notebook的server 我們是使用瀏覽器去瀏覽它 這個兩個架構是大致上是相同的 但是呢,我們發現呢 由於在雲端上面 跑collab的關係 所以在顯示的時候會有很多 performance上面的一些問題 也就是說呢,透過雲端的access 有時候呢,在影像上 特別在即時的影像上 我們需要更有效率 所以在這裡我們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解決的方案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的 使用ipython.display 這一個套件 我們來處理 我們相關的互動的問題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到ipython頁的裡面呢 去取得詳細的資訊 在這裡呢,我們 製作了一個show array的一個函數 我們打算呢,在show array裡面呢 我們放進frame 我們所得到的這一個影像 那一個影像呢 是由一個一個的frame 也就是說呢 一個影像呢 是由許許多多的畫面 所組成而來的整個連續的動作 那當我們讀入一個視訊 讀入一個影像影片的時候呢 我們能夠把它切成一個又一個的frame 那每一個frame呢就是一個畫面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圖片 所以呢一個frame呢就代表了一個圖片 當我們打算呢把這個圖片 傳進我們的show array的 函式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把它透過ipython.display 來把它呈現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因為performance的緣故 我們希望呢 我們進來的這個圖片呢 能夠被很好的儲存起來 但是要兼具效率 所以我們用了另外一個 Python的套件叫做io io這個套件呢 其中有一個就是bytes.io 這個套件 它能夠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把所有讀入的資料呢 特別是一個以bytes為基礎的資料 我們如果是stream呢 讀進來是character 但是呢io.bytes.io呢 是特別將所有的資料呢 是以bytes來處理的 所以呢 我們讀進一個圖片之後 io.bytes.io呢 這個套件能夠幫助我們 以bytes為單位存進一個檔案的形式 存進一個檔案的裡面 但是這個檔案呢 是在一個in-memory的檔案 也就是說呢 這是一個在記憶體裡面 所開啟的 不是在磁碟裡面 所開啟的檔案 所以它的速度會特別快 那速度特別快呢 就能夠幫助我們處理 我們在雲端裡面的 這一些效能上面的問題 能夠提升這樣子的效能 那我們讀進我們的圖片之後 在這一段程式裡面呢 我們的模組裡面 我們就呼叫cv2 I am in code 我們把它存成jpeg的格式 我們要讀進來的來源 可能會是從各式各樣的來源 讀進來 但是我們發現呢 如果是以png檔做處理的時候 速度會相當的慢 整個測試之後呢 我用點jpeg檔來處理這種格式呢 速度效能會增加許多 所以我們透過in code的方式 cv2所提供的in code 我們把它轉成jpeg檔 然後呢我們丟進bysio 把它成為一個在memory裡面的一個檔案 是以bys為單位 然後呢我們這個檔案呢 我們把它取名叫做f 那我們取得了這一個在記憶體裡面的檔案之後 bysio這個套件提供了 點gap value 點gap value呢能夠把這個檔案裡面的數值快速的讀出來 那我們呢 讀出影像裡面所有的資料之後 我們把它傳進ipython display.image 把它把這一些數值的bys為基礎的資料轉化為圖片的格式 那轉化成圖片的格式之後 我們再把它呈現秀出來 用ipython.display.display把它秀出來 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各位可以參考我們在collab裡面的連結 所以呢 這一個show array呢 就可以讓我們把一個圖片 這個frame的這個數值的資料呢 能夠把它秀在我們的ipython notebook 也就是我們jupython notebook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collab裡面 這是我們所秀出來單張的圖片的一個函式 但是呢我們現在整個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需要拿到影像的來源 我們要秀一個動態的這個影片呢 我們首先有幾種方式 首先呢你可以試試看去抓入一個檔案 你可以抓入一個mp4 然後呢你可以試圖用cv2.videocapture 然後呢輸入它的路徑跟檔名 這樣呢這個videocapture這個函式呢 它就會去抓這個視訊的來源 然後把它讀入 然後呢這一個表達在一個cam的這個device裡面 所以呢 這是一個可以讀入影像的方式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讀線上的 也就是說呢一些線上的串流 那我特別呢 為了我們這個車輛的流量呢 我特別找到在台中市有一個即時的交通資訊網 這是一個做得很好的一個公開的資訊 當這裡看到我們進入這個網頁之後呢 我們很感謝台中市能夠提供這樣很好的資訊 然後呢你任何一個camera的圖示把它點進去之後 它會有一些即時現在的即時的一些影像 所以很多個地點 你都可以點進去 然後可以看到一些即時的影像 那這些即時的影像呢 能夠幫助我們在這邊做一個範例 我們能夠把即時的影像 透過我們的韓式 我們所要現在正在做的韓式呢 我們把它讀進來 然後呢 我們能夠把它讀進我們的整個collab的程式裡面 然後做一些處理 那其實很簡單 當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只要看到這個即時的影像 按右鍵 複製它的圖片的位置 然後呢 其實 你使用這個位置呢 你也可以直接的 抓到這個即時的影像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用即時的影像來處理 我們用collab來直接的讀入 在這裡呢 我們選到了 特別選到了一個比較好處理的一個 剛好是從正上方來拍兩個 兩邊不同向車道的一個攝影機 它的角度特別的好 那我們特別要用這個 即時的影像串流來處理 那當我們擁有了這個網址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copy在 CV2 Video Capture 我們把網址直接的讀入進來 之後呢透過CV2 Video Capture 就會讀進一個camera的一個變數的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device來使用 我們呢 怎麼做呢 因為它是即時的影像 我們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來讀入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while的回圈 然後呢 我們將它read進來 我們把這個cameraread進來 read進來 read進來以後呢 前面這個參數是成功與否 這裡我們特別跳過去 並不使用它 我們把它讀入frame 也就是這個frame呢 這個變數會接住read所讀進來的 普遍的資料 現在是即時的影像 所以在那一剎那呢 我們讀進那個剎那之間的圖片 那我們把這個圖片呢 經過一個resize 我們把它resize成640 360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把它resize成更小 或者是您覺得更好的一個size 那我因為呢 這在collab上面 那collab呢 目前為止使用opencv呢 的gpu版本還沒有辦法很直觀的在collab上面使用 所以呢 我們減小了整個frame的size 以至於呢 它在整個collab上面run會比較有效率 我們把它resize 我們就丟進我們剛剛所做的這個show array的這個函式 它就會在collab上面把每一次每一次讀入的這個畫面秀出來 再接下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就一張圖片 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希望一張圖片疊著另外一張圖片 它才能成為一個動態的視訊 所以呢 ipython這裡特別提供了一個ipython display 然後點clear output 也就是說呢 這個函式能夠做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當我們用display 把我們的圖形貼在ipython的結果上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clear output把前一個結果消掉 所以呢 我們會貼上消掉貼上消掉 那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類似於影像的效果 這裡呢有一個參數叫做weight等於true weight等於true呢 它可以設成false 但當weight等於true呢 就是當你有一個新的結果 新的display出來的時候 就會觸發clear output 把它前面的前一個畫面的影像消掉 所以呢 加了weight等於true 就會讓我們貼出來新的東西 就把舊的東西給消掉 貼出來新的東西把舊的東西消掉 所以在整個畫面上呢 就會變成一個動畫 好的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這個show array 這個方選讀進來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執行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貼入了 我們所在台中市抓到的 即時的交通的影像 ok 這是交通的影像 ok現在我們 我們先把這些先關掉 好的 我們現在就來直接執行 ok 這就是剛剛各位所看到的 我們抓到的這個即時的影像資訊 ok 我們透過 CV2的videocapture 抓住了 抓了這個串流的資訊 而且我們把它透過了 ipython的display的這個函式呢 我們把它顯示在畫面的裡面 而且呢 每一次新的畫面進來呢 我們要clear output 把它做一個清楚 所以呢在這個畫面裡面呢 各位就看到了 就顯示了一個 類似動畫的效果 當然因為在雲端 所以這一個秀出來的畫面呢 它還是有它的限制 但是已經足夠我們在這個課程做學習 跟做示範的效果了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透過collab 來顯示一個即時的影像資訊 然後隨便的按鈕 有